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这是个八卦的社会 但是他们家这个八卦 真的是跟人民群众利益紧密相关的 这个大八卦 你说的还不全面 他的财产在香港只有百分之十几二十几 他在中国也比例也不是他的主要部分 他的财产是散布全世界 所以你要说跟他全球第九位富豪 所以他是跟全球人民有关 全球人民有关 巴拿马运河那边就有他的财产 没错 国际战略要地 绝对的 全地球的 他们李嘉就是一国 所以他要分家产 那就是五周翻腾云水 所以我带着极大的兴趣 你知道包括报章 包括报章 解读 李嘉诚讲的是广州话 广州话有他自己表达的 这个这个这个含蓄的意味 他讲的非常的通俗 但是这句话后边 这个财产俩儿子怎么分 人们都能分析出啊 这个暗藏玄机 就像人们分析美国总统讲话 我看 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我们可以也饶有兴致的来看看 这位所谓的这个香港超人啊 83岁 说身体倍儿棒 最近刚做过体检 说你们想让我退休都难啊 他要分析场 我们来听一听 全和系的资产呢 阿威特会由他管理的了 但是啊 我第二个儿子呢 他有些事他很喜欢的 我会全力帮他 两兄弟一定有 他们肯定有兄弟做的 因为大家都没空肥的 事都没空肥 财产也没空肥 爸爸的安排我们永远都可以的 两个人都开心 大家都不想麻烦 这个财产两个儿子到底是怎么分的 啊又挺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 我哪清楚啊 你跟各位大家讲一讲 他怎么分呢 他数得很明白 那我说听说那个他把那个房地产的部分 分为大儿子 大儿子现在本身就在管嘛 但是呢这个小儿子我们知道他比较这个 跟影视圈比较有关系 所以说PCCW啊还有这个电视 电视部分媒体部分就让他 而且继续帮他收购一些他喜欢的公司 这样我觉得二儿子的前途比较 比较有机会 当然这个女性这么样看权利啊 当然他这样说我们要这样接 目前来说大儿子是一万多亿啊 二儿子才七百多亿啊 大儿子的继承的市值 可是他如果现在收购一些公司 你不知道这些公司 未来的这个potential在哪里 但是老爷子说了 你明白吗 他们这都有分析 说这大儿子好像是得的大 市值现在是就说是上万亿 这个李泽凯相比之下好像算这个市值才 七百多亿 七百多亿 但是呢 要不说你们认真听吗 他有句话 说我这个李泽凯啊 他办的一些事 他要收购一些什么公司 我很喜欢 对吧 就是我会什么 超出他这个资产的倍数的钱 去支持他 就比如说他看中一家公司 老豆 不是就广东话老豆 都说我了 他爸爸 不好意思啊 就老豆呢 老豆买单 签单 就可以让他去收购 所以他说给小儿子的这个自由度 感觉有点大儿子守城 小儿子 对 拓展 有点 当然咱们说人家老人家必须也得说到一条啊 他说他还有第三个儿子 他基本上三分天下 第三个儿子是叫慈善 就是他这个慈善基金呢 也做了很多这个好事 但是又婷你可以说说你对李嘉诚是什么印象 就有钱啊 你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李嘉诚起的地 李嘉诚填的海 我用的水是他家的 我用的电话是他家的 我用的电脑是他家 我用的宽屏也是他家的 我办的手机也他家 我的人都是他家 我真希望人就是他家 只想我人是清白 其他什么都是他家 所以他们家现在这个财产 我就是找了部分的钱在里面 每个月我是给他们添钱在里面 我还特意问问这个香港市民 咱们的香港市民就是咱们的化妆师 发型师啊 我说你们港人 你的消息来也好狭窄 我一般接触群众就这群众 他就化妆的时候 对对对香港群众啊 我说你们对李嘉诚到底是什么感情 哎他我以为他们会说恨呢 我说他们他们说就是说做生意很烈了 就很很厉害 但是也不会说多么好 也不会说多么坏 但是一个平平的这么一个 香港的价值观呢 跟中国大陆最大的不同就是说 他的穷富跟好坏 没有必然的联系 嗯 就是在在内地基本上 多少年来的斗争 再加上中国传统社会 猪门酒肉臭路有洞四国 这历来是对于有钱人 有个道德上的贬视 可香港是个商业社会 私东工商早就倒过来了 嗯 所以感觉上呢 他们不以有些人呢称赞他说他超人很厉害 但也有人说他们是剥削地产霸权 也有但总体上他们不用好坏 那么我问你就是香港人我就想起谁来了 这个这个陈可欣和他老婆 他老婆叫什么来着 吴君如 就是说陈可欣有一次写书嘛 说他拍什么电影亏了钱了 亏的说我们夫妻俩到现在连自己的房子都买不起 后来这个话被你们娱乐组的乱吵啊 搞得人家很误会 就是这个吴君如啊就出来解释 我觉得他解释这个话很有意思 他还在台湾 他说啊 他那个意思啊我理解 他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 就是说我们就多穷 我们买不起房子 他说我们租房子 只是因为我们还买不起我们看得上眼的房子 比如像咱说的一百多平米 那在香港就是富豪才能住一百多平米 千尺豪宅 没错所以吴君如讲了一句话 就说在香港啊 就说大部分的人买不起自己中意的房子 这是香港的一个悲剧 就是一个现实 外地人你可能很难理解 这些人大导演大演员买不起房子 很正常在香港 是吗 但问题是他 他们这样 我想问你的就是你作为半个香港人 在香港这么多年了 你觉得这个事李嘉诚要负责任吗 要负责任 要负责任 尤其是他们这一批地产商 香港的是成也地产半也地产 成功呢 现在他是整个香港经济的支柱 银行啊各方面都靠他 你少不了 但是呢 香港跟亚洲四小龙比啊 你现在这些年的比较 你看得出来没有 它的最大的不同是 他把科技工业这些东西全赶走了 嗯 他一味的就靠住地产跟金融服务业 所有生产 你你你相比 那李小凯那个电信呢 或者什么 他不算科技 他他那个什么科技 他那个就是 扎就扎老百姓 我们要打电话嘛 没办法 哈哈哈哈 他这个算什么科技啊 他这个越弄越差的那个科技 对不对 那香港 我不是说香港的服务业是一流的 嗯 金融也是金融中心 嗯 地产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 那就像一个人 我以前说过 他不是靠脑子生活了 不像瑞士这些 德国这些国家是靠脑 他也不是靠手工体力生活 不像中国大陆全部劳动力 像美国这样 他是靠漂亮 靠身体 靠服务 你相比南韩 相比新加坡 相比台北 香港曾经一度的玩具业 手表业 全世界出口 嗯 对啊 而且你现在越来越来 我难理解 我到香港我觉得 我们以前都说 反对这种垄断的企业 可是在香港你就很明显 都是垄断 他那个垄断已经不是说 房地产业的垄断 他是整个 就像我刚刚说 我的十一住行 只有李嘉诚 一个人全包 那他当然是全世界第九大富豪 那是说一栋楼 我去 我最爱逛街 我到这个一栋楼里面 就看起来大概有二十个品牌 就二十个品牌 原来都是同一个老板 然后从他这个房子到里面 他代理的服装品牌 然后到他代理的餐厅 变成一个美心集团 这不是也就是李嘉诚他们家 就全部都他们家 这个这种垄断的情况 造成没有年轻人 创业的空间 因为你的店铺和大者恒大 这些租金 你就可以一次把它扑下来 有啊 李泽凯这个年轻人 创业创不太好啊 他有个很好的爸爸 是吧 但是真是 梁洛斯也穿了 对 对 都是生产国败 都是生产 生产国败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 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很多人不仅住在他的公寓里 他修建的公寓里 用着他旗下电力公司的供电 喝着他的瓶装水 并且在他主导的香港零售业的连锁超市里买东西 如果再算上李泽凯的电讯英科 香港人看的付费电视 所用的互联网和电信服务 都是李嘉诚家族的 再往身里说 李嘉诚宣布交班的时候 正赶上大亨控股企业 在香港的巨大影响力遭到抵制的时候 就是现在香港人也要觉醒 是吗 因为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开始成为一个引发香港社会分裂的政治话题 而值得注意的是 香港新任特首梁振英 在争夺行政长官一职的选举中 击败了商业巨头支持的候选人唐英年 这是华尔街日报讲 然后你看 李嘉诚之所以突然公布接班消息 这他主动要有备而来 可能意在避免近来出现的一些企业交接班的混乱现象 在自家重演 香港也许拥有亚洲经营的最好 而且最受尊敬的一些企业 但有一点经常被人们忘记 就是这些公司说到底还是家族控制 是吧 已经有事实证明 你看人家华尔街日报写的这评论 已有事实证明 手足竞争是公司管理不可预见的风险 前不久 何鸿山老爷子 老爷子我家的 何鸿山麾下 我以为华尔街日报那么懂 中国国旗 何鸿山老爷子回家 澳门博彩业帝国的交接班过程 就上演了几房七室对簿公堂的一幕 更令人惊讶的是南筹 蓝筹股公司新鸿基地产 三位继承人之间的兄弟不合 竟然发展到如此令人出人意料的地步 其中两兄弟被捕 甚至有传言说他们的大哥将二人的不法行为报告了香港政府 连正公署 是吧 就自己人爆料的 对 自己人爆料 说是传闻是这样子 这就是手足 这家伙 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讲 83岁老人家还是很有这个身见之名 对对对 他在他很意识清楚身体硬 然后我讲话还有 他说他一天要开十个会 绝不退休吗 就还讲话还有power的时候呢 他来做好这些事情 你们下面真的就只能闭嘴 而且我告诉大家 所有人盯着你们看 你们这两个人也别儿子也别搞鬼 然后呢 而且我知道这个在台湾有些家族 他们做任 他们从他们所有的事情 都关系着他们的股价 就像郭台铭娶了一个年轻的这个 那以前之前他追刘嘉玲的时候股价就跌 就不是因为刘嘉玲不好 就是他觉得哇这个老板好像跑去谈恋爱了 没有要管红海企业了 所以那红海股价隔天就跌 所以那郭台铭匪文一出来 刘嘉玲趁机买进 对 他过一阵就跟他不好 然后再卖出 女人就这样 你知道这他们的私生活 就也影响着一个公司的 这个大大小小的 这一面之间都是几千亿啊 几百亿 我怎么看香港的这个八卦媒体讲啊 说这个凯爷啊 是吧 跟这个洛诗啊 说生了孩子嘛 但他们公开的嘛 咱们想象的 可以 这比咱有钱的都叫爷行吗 就是说 咱想象的本来这个 好像这种家庭是不是不太高兴 他们说还不是 我看八卦都该说啊 说本来传说 李嘉诚跟李泽凯好像关系不大好 他这次也成亲了 他说反而是生了孩子之后 带着这个孩子去拜这个公公啊 还是姥姥还是爷爷什么的啊 这个就关系好了 那孩子就不归梁洛斯馆 就是跟着李泽凯是不是 对 反正是认长孙吧 他们的长子不是还这个带领育母 带领育母去生孩子吗 就对他们来说家族的枝繁茂密 就是我必须要延伸下来 正好可以看看他们家这棵树 是吧 李家的遗传我们全体都关心啊 李嘉诚家族成员 你看夫妇啊 这个这个你看下边是这个长子啊 长子李泽聚 李泽聚下边还有孩子 祖祖庆关心一下长羹 长羹 我怎么起这什么名字 下边那像蒸菜啊 蒸菜吗 燕菜 燕菜 这些有天人 燕菜燕荣燕宁 你看这是次子 这只有一个长羹是祖庆可以更兴趣的 是吗 我都不知道 还有个长字 长字现在才baby好吗 他还是个baby 这没办法 这家伙 而且你 徐老师 你听到这个事情之后 你有什么 那任何专制的国家也好 这个家族也好 最重要是接班问题 没错 专制有它的好处 它发展其实它的好处 但是它的这个转变 总是它的危机器 这个教训无数 所以正 他们分析的很对 新鸿基的这样的情况 使得李嘉诚把这个事情早点分 讲清楚 对不对 但 而且从小处来讲 我对长 长时的房子 就一直是感冲 香港 你看虽然新鸿基 感冲是什么 是说好看好 还是不看好 不 那就是要不感冲 对 这叫不感冲 这叫不感冲 OK 搞错了 不感冲 香港你看 现在新鸿基三个人都出事 可是新鸿基的股票造涨 新鸿基的楼 大家照样抢 这个在香港 我没有任何商业利益 新鸿基 其实是横基 什么 长时的房子是盖的最差的 而且他们 我用他们的电话公司 我这个很客观的投诉一句 以前叫大东电报局 后来一次一次改 改到这个什么 电讯银科 服务是一次比一次差 所以从据小的来讲 李嘉诚这个王国 我们享受的很多坏处 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讲 他毕竟是世界第九富豪 我们刚才讲 以前讲中国华人资产 他是一个代表 而且他在全世界 他现在起的作用 是很多中国公司 所无法替代的 就好像我们在讲 在非洲啊 在美洲啊 什么地方 有一个战略要地啊 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啊 你中国大陆的资本 人家法律不让你买 李嘉诚就可以买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他在国际财团上 他所起的 对华人起的作用 所以我是觉得 小处对他不买 大处我觉得 超人有作用 他可是我每次听到李嘉诚 我们在台湾认识他 也就只是有钱 可是你知道是 很多时候你在美国 你能认识的有钱人 他除了他的本业 例如说Bill Gates 比如说这个股神巴菲特 你认识他的时候 你不止他因为 什么原因有钱 他还有他现在做的事情 在影响着什么 包括例如说 他们也不传子 把这个钱拿出来做慈善 他们继续的在推广 可是为什么在香港的 李嘉诚他这么有钱 可是你不知道 他做其他的 因为他的哲学 你只知道他一直在赚钱 对 因为他的哲学 就是最大限度的赚钱 我跟你讲 很象征性 你只要在中环 你去看几个 标志性的建筑 汇丰银行 非常现代一个建筑 里面是空的 中国银行 啪啪啪啪 像黄山笔架风一样 几个大楼都非常有特点 只有中间的长江大楼 他们家的 四四方方 完全不动 它是有多高盖多高 有多大盖多大 全部房子 就最实惠 所以你一看一眼中环 这个房子就代表了背后 不同的美学 背后的哲学 它这个也是一种哲学 就是说我有多少钱 我就老老实实的赚多少钱 这个就是香港基金 当然李爷 李爷都说了嘛 还有第三个儿子 叫慈善基金 慢慢的 慢慢的 跟我一做个好事的李爷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日本挑头太平洋岛国峰会 遏制中国美国军舰 高调到越南 朝鲜建设新导弹基地 中国海军 打造直升机航母舰队 几方军严实垂直起降隐形战机 两栖大舰 快速进入海区争端 台湾情报 几方军 福建新建秘密基地 打批辛勤战机 无论机 导弹密集部署 机动突击到钓鱼岛 只要12分钟 东海台海有效压制 美帝中央和合格特约之 军体克拿十周三 凤凰卫视中文台 这个李嘉诚是听过很多传奇了 比如说整天喝粥 是吧 就是咸菜 咸菜白粥 吃得非常简单 然后说什么 有一次他那个坐驾 那个车呀 当然从钱包里掉下来 一个两块钱的硬币 李嘉诚一定要从车轮的底下 把这硬币捡回来 可是呢 人家随手给司机 就是一百块钱的小费 这都是李世纯 我听过 我见过他一次 在一个饭店的大堂里边 我正好看到他 他在跟他儿子说话 旁边还有个什么人 我稍微留意了一下 但是转眼间我就发现 旁边有两个标型大汉 在看着我 做得成人的 对 因为他有保镖们 我后来想象他们也正常 对不对 那一天英国首相什么 都在那个饭店里边 你说香港 我是真觉得 就是说他家族 香港人最爱说 就是又婷刚才说的 说我们这住的都是李嘉诚的 给李嘉诚打工 都是供房子 但是当然你不应该说 这事是他该负责 对不对 但是我总觉得 今天我跟我们公司一人还聊呢 我说我老觉得香港这个发展 有点不太对 就是我很喜欢香港 这个城市很牛 华人东方之珠 绝对没跑的 可是呢 如果一个东方之珠的城市 让他90%的人口 终生住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里 大部分白领阶层 一辈子买不起房子 我很难认为 这个幸福指数高 就说你 所以 所以 所以叫 我们不够没好 租啊 租就是很小 很贵 东方之珠这样做 我还可以理解 现在的问题是 香港的地产的这套经验 营销 盖房 以及政府靠卖地所得来 作为主要的收入 这套方法 北上 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浙江 武汉 二先生 不断地推开 这才慌囊 这等于是 本来猪是在头上 在宝石里边 现在猪啊 当大米来 来来生产 你知道我前一阵去一个城市 那个司机就跟我说 你看我们这条大街 我们市长说了 这条大街 只有50层以上的楼才批 就将来这条大街要是 其实我觉得他跟谁学的呢 跟香港学的 他也不是跟伦敦 也不是跟巴黎 香港是没办法 对不对 后面都是山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启示录